全員運來到最後一天 25號是所有好手們積極爭取最後勝利的時刻 而在慢速壘球少年男子組 由桃園市代表隊拿下冠軍 獲得二連霸的成績 大家都很團結 然後沒有壓力在比賽 然後可以二連霸很開心 原住民積極在一起 那我感覺很棒 原住民的驕傲 兩年前我們也是在新竹 也是很幸運的拿下冠軍 然後這次小朋友也是再接再厲 也在取得2.8的夾擊這樣 參與慢速壘球競賽的好手們 來自15個縣市 共計27隊前來角逐 比賽已進行到最後一天 公開女子組士氣高昂的鬥志 讓氣氛達到最高點 加油 桃園 加油 桃園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 對 非常興奮 對 可以代表桃園出賽 我們現在非常積極搶分 對 我們非常有信心 很緊張啊 就是盡量投進去好球 對我的隊員 我的球隊有信心 慢速壘球的裁判長表示 慢速壘球屬於休閒類 若棒球選手沒辦法繼續在職業生涯上 慢速壘球是最好接軌的運動項目 就是街系他就持續的有運動 有一個競技這樣子 或是年紀比較大了 走比較休閒了 體力上或是說稍微有受傷了啦 那你就刺激的 那就可以到這邊來玩這個 慢速壘球 另外也有女子組選手建議 希望下屆全員運能將目前使用的 木棒改為旅棒 增加比賽的可看性 原事新聞一文八讀 台中後裏採訪報導